都说童言无忌 小孩子说话无遮无拦 但有些时候 孩子的话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些东西 毕竟孩子不用考虑人情世故 也没有要巴结谁 孩子的话有些时候比大人的话更有分量 有值得我们关注 刘大爷今年63岁 家住农村 儿子儿媳住在附近的县城里 因为有班车 所以大爷到儿子家里很方便 按时坐车按时回家就行了 这样一来 大爷娶儿子家的时候就多了 原本大爷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直到有一天 孙子问大爷为啥终来 儿子儿媳也沉默不语 大爷终于明白了 下面是63岁刘大爷的字数 早在老伴在世的时候 我们俩就经常娶儿子家 虽然我们住在村子里 但村里有去县城的班车 大概40分钟一趟 早上6点开始 一直到晚上4点40 来回实在是方便 所以有时间我们就去 大概在4年前吧 老伴生病了 我们带去医院治理一个多月 最后还是不行 无奈之下便把老伴带回家里了 那时候我知道老伴时候不多了 便给儿子儿媳打电话 让他们经常回来看看 恰好儿子也感冒发烧 在医院打针 就没有回来 老伴在家里苟延残喘 一个劲地喊儿子 我也很心疼总给儿子打电话 希望他抽空往回看一看 可儿子却总是有各种理由 中间也回来一次 就待几个小时就走了 我很生气 觉得儿子不懂事 老伴却吊着一口气 颤颤巍巍地跟我说 是儿子工作太忙没时间 让我不要乱说他 终于 在某天晚上 老伴的病情突然加重 他躺在我的怀里 没多久就离开了 老伴走后 我哭着给儿子打了电话 让他赶紧回来 儿子大概是刚睡醒 居然还跟我打麻糊眼 说孙子发烧了 可能没时间 我气急了 怒吼着跟他说 那你别回来了 随后立刻挂断了电话 没多久 村里的亲朋好友都来了 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 儿子才带着儿媳姗姗来吃 我看到儿子就气不打一出来 但有什么办法呢 咱就这一个独生子 也不能说啥 老伴走后 我跟儿子的关系变得很微妙 似乎是更冷淡了 他从不主动联系我 连我发的消息也不回 但也好似是更热情了 因为他每月开始给我零花钱 大概是觉得只剩我这一个父亲 要对我好点吧 虽然每个月只给两百 但已经聊胜与无了 我跟儿子是闹了些别扭 彼此也都没有沟通 但毕竟是父子之间 也没什么隔夜筹 为了缓和紧张的关系 有时候我把自家中的菜拿去给儿子儿媳 他们逢年过节的给点钱 再送点礼物 也就这么过来了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和儿子虽然有不少的芥蒂 但也算和好如初了 我一个农村老头 既没退休金也没存款 全指望儿子照顾呢 儿子呢 也做得挺好的 没事回家帮干干活 给我几百块钱 钱虽然不多 但也让我心里踏实 虽然生活的问题得以解决 可精神的孤独却让我难以为继 自打老伴去世后 我没有一天不活在孤独中的 一个人吃饭一个睡觉 刚开始还好 可以出门跟老伙计聊聊天 吹吹牛 可是这两年 村里的老伙计们走得走 伞的伞 留下的关系也不好了 于是我更加孤独了 白天一个人在院子里 伺候那些菜 上外面捡点瓶子跟柴火 等到晚上再孤独入睡 我是个很不喜欢黑夜的人 一到晚上根本睡不着 往往后半夜才能睡 第二天凌晨天不亮就睡醒了 大概是我年纪大了吧 精神孤独使我更渴望跟家人团聚 但农村条件不好 家里只有个破电视和洗衣机 不比儿子家里 有冰箱有空调 叫儿子回来他也不回来 想让孙子过来玩一玩 他更不愿意 没法子 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 山既不向我走来 我便向山走去 于是胡 我便经常去儿子家里做客 不为别的 就为跟家人在一起 一开始的时候 我去的次数很有限 几个月都不去一次 发展到后面 一个月一次 再到后面 一个月好几次 后来每星期都要去 现在我是三五天就去一次 偶尔天色晚了 还要在儿子家睡觉 虽然没有我的房间 但能在沙发上睡 已经不错了 去的次数多了 儿媳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我知道 他大概是嫌我这个老头子烦人 我也能理解 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家里 天天来个老头子 既然如此 我就多给儿子儿媳 拿点自家种的菜 有时候给家人 带点小礼物过去 东西虽然不贵重 却让我住在儿子家 十分的心安理得 儿子对我也客气了不少 自然也就忽略了 儿媳的态度 孙子也很喜欢 我这个爷爷 毕竟我去了 就给他带好吃的 只是每次孙子 想多吃点 都会被儿媳教训罢了 在儿子家的时候 看着顽皮的孙子 在厨房做饭的儿媳 在房间里工作的儿子 我这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就好像是我爸妈还没走 我老伴也还在 我并非孤身一人一样 正是这种感觉 让我非常享受在儿子家的时光 最近 我去儿子家越来越频繁了 刚刚在儿子家住了两天 回家伺候了重的菜 第二天又去了 又住了几天 儿子儿媳的态度变了许多 尤其是儿媳 开始不分青红皂白的发脾气 跟儿子吵架 大声斥骂孙子 我带不下去 赶紧回去了 这次回到家后 我应该还几天再过去 但刚到家 我便发现自己走得太急 帽子落到了儿子家里 想回去取吧 又觉得不太好 不去取呢 在家没有帽子 不习惯 干活觉得太阳晒 再买一个也不现实 一个帽子最便宜都15块钱 我没必要花这个钱 于是仅在家待了一天 我便又火急火燎地 坐上了去儿子家的车 我知道最近去得太平凡 不该再打扰儿子的生活 所以这次我打算去了 只拿帽子 拿完帽子就走 绝不拖泥带水 水流我都不好使 到了儿子家 我敲了门 是孙子给我打开的 这次我去 没忘了孙子 赵丽把买给他的零食拿去 谁知孙子既没接零食 阴着脸回去了 小孩子的脸色我还没会看 以为孙子是被儿媳教训了 我进了屋子 想找我的帽子 却没看见 把零食放到桌子上 问了儿子一嘴 你看到我的帽子没 儿子并没有搭理我 我又问了一句 看到了吗 他更加不耐烦地说 我哪知道 被儿子这么一顶 我也没了主意 儿媳也不搭理我 自顾自地玩手机 没法子 我便只有问孙子了 问他有没有看到爷爷的帽子 我问了孙子 他却所答非所问 孙子气呼呼地质问我 爷爷 你怎么又来了 听到孙子这么说 我一愣 半上说不出话来 只觉得既生气又伤心 想跟孙子讨个说法 可孙子还小 这么小的年纪 只能算是同言无忌 我也不能跟孩子计较 可是不说吧 我又觉得憋气 这岂不是给我难堪吗 我求助士的目光望向了儿子 儿子根本没搭理我 一句话也不说 站起来就回了房间 儿媳呢 仍然坐在那玩手机 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 儿媳是不是的还要笑两声 听着他那笑声 我觉得十分刺耳 气氛十分尴尬 我呆呆站在那 沉默了一会儿后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身出去了 其实本来我也没想 在儿子家戴多长时间 只不过是回来取我的帽子 没想到居然到了这份伤 我一个老头子被孙子给骂了 回到家后 已经是黄昏 到晚上我辗转反侧地睡不着 一想到孙子说的话 想到儿子儿媳的态度 我就觉得遍体生寒 可我又能怎么样 也不能跟儿子翻脸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咱这些做老人的 得跟子孙辈的保持距离 不能招了人家烦 我强忍着 终于睡着了 可半夜便醒了 醒了以后又不受控制地 去向孙子说我的话 实在睡不着了 索性坐起来 到村子里走一走 村子很安静 不时有几声狗叫 我有一个人走着 虽然觉得孤独 但想来 以后都得是这种孤独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老人 实现了老游所养 可是 总有一些老人 每天哀声叹气 还常常责怪社会亏待了自己 儿女不懂得感恩 好 好 好